谈及先年股论是万一金 这两天A股还有中国金融的市场 应该算是全球的金融市场 受到中美贸易谈判的因素 冲袭非常大 市场中充满了这种不可测的因素 我们国家也对于中美贸易的谈判 发出了严正的立场 基本上告诉大家 中国不会被勒索 但是看这几天 A股的市场其实波动得相当严重 今天来讲的话有点回升 一方面大家对政府的态度 有了基本的认识跟底气 中美之间的摩擦可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也可能不会极限在贸易方面 但是贸易所反映出 特别是在金融市场所反映的一些现象 告诉我们两个国家或者两个势力 或者两个团体的对抗 经常是决定在金融市场 这个话怎么讲呢 有钱能使鬼推磨 如果哪一方在金融面握有较多的筹码 或者有更高的操纵技术的话 往往可以出席制证 这个万民哥讲到这点 要跟大家先介绍一首诗 这是唐代的诗人刘雨昕写的 《夜文商人传宗针》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刘雨昕有一天晚上 在秦淮河畔 船走到那边 在那边停船下来 当年夜色非常好 但是突然发觉旁边的船 传出来了商人女所谈的 这种古增的这种声音 它突然有感而发 这个诗怎么写 这个诗写的是大便高凡一百尺 就是河里头停的非常大的船 心声触驻十三弦 那晚上的时候 有人准备听音乐了 所以心声触驻十三弦 就开始调音了 开始调音 扬州四里商人女 这个古人对商人有两种界定 一个就是做生意的人叫商人 另外一个叫乐师 乐师就是帮人家伴奏的 叫做商人 这怎么讲呢 这个中国古代的音乐 是强调工商与针脚 这个商代表一种音乐的这种基调 所以商人除了可以表示 做生意的人之外 也可以当作乐师 扬州四里商人女 这个来瞻江西明月天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商人女弹的声音非常好 弹得一好的时候 旁边人听了以后都为之沉醉 忘记了外面美好的乐色 也就是说刘雨昕透过这首诗 做了一个隐喻 用商人女 就是弹奏音乐的这种女子 来隐喻市场中做生意的生意人 他们具有一定的优势 商人女的优势 因为她可以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商人因为她有商业操作的技巧 可以在市场中套利 来瞻江西明月月 明月天 就是什么呢 能把天下的好处 统统占尽 所以这个诗有双关语 就一般人可能体会不出 里面的意境 外明哥跟很多投资人一样 这个比较关心财经的事物 你可以把它做类比 其实刘雨昕这个诗里面 有弦外之音 为什么跟大家谈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让外明哥想到 这个16到17世纪的时候 欧洲的爆发了一场 关系人类近代史上 最重要的一场战争 叫做80年战争 又叫做西班牙荷兰战争 又叫做荷兰起义战争 这个话怎么样讲 就是说在这个16世纪之前 因为西班牙国势非常强 所以现在的荷兰 是西班牙在欧洲的殖民地 那么这两个国家 从1552年开始打 打到什么这样 打到1648年 整整打了80年 最后荷兰 透过长期艰困的这种 跟西班牙的作战 取得了这个胜利 最后独立了 那个独立的过程中 大家都着眼在军事上面的磨裂 但是外明哥跟大家讲 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决定在 金融力量的角力 我们看一下一张图 1492年西班牙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大事情 就是当年西班牙的 这个卡斯蒂利亚的女王 伊萨贝拉一世 跟这个伊萨贝拉女王 跟他的先生 就是阿拉贡王国的这个费迪南一世 合阻了这个西班牙的联军 打败了摩尔人 在格拉瑞达战役之中 把这个穆斯林的势力 彻底的这个击溃 所以当时的西班牙 其实是处于一个二胜的局面 就是女王跟这个国王 同时治理这个西班牙 主要是国王来自于阿拉贡王国 女王来自于卡斯蒂利亚王国 两个人在这个1469年结婚以后 宣布合并 势力就大了 所以后来把这个穆斯林 这个回照势力打败 完成了收复了 替天主教收复了这个伊比利半岛 也完成了西班牙的这个统一 这个1492年 这个伊萨贝拉女王 还有费迪南一世 完成统一以后 马上又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们一月打败了穆斯林 三月份发布了一套这个招例 什么招例呢 就是驱逐犹太人 要求犹太人在四个月之内 通通离开西班牙 第二件事情 就是初前赞助哥伦布 发现美洲 发现新大陆 这两件对人类历史都产生巨大的影响 所以我说1492年是一个重要的一年 我们看下一张图 这是1492年 对不对 这个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以后 同时成立了宗教法庭 这个宗教法庭可以针对政敌 可以针对异教徒进行审判 而且不需要任何证据 宗教法庭里面的神父 拿着十字架 对着太阳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里面 可以对底下的异教徒进行审判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西班牙的回教徒 西班牙的犹太教徒 只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离开西班牙 第二件事情就是改姓天主教 这个事情尤其对驱逐犹太人 这个事情对西班牙人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看一下一张图 这是1492年 西班牙下令驱逐犹太人以后 犹太人的迁移途 基本上耶路撒冷被穆斯林 在罗马帝国时代 被罗马帝国灭了以后 当地的犹太人就开始四处漂泊 主要的地区包括北非 包括欧洲地区 而且都是零零散散的 一直到八世纪 这个阿拉伯帝国成立以后 其尤其是这个五脉叶王朝时代 这个开始积极对外扩中 占领了这个伊比利半岛 这个时候呢 犹太人才开始大规模的进行迁移 之前犹太人在欧洲在北非的这种迁移都是小规模的 小小的几十人的几百人的 但是随着阿拉伯的势力进入到伊比利半岛 就是现在的西班牙 大量的犹太人也进入到西班牙 开始形成巨大的这个影响力 包括金融 包括学术 包括科学 甚至于参与了穆斯林 治理伊比利半岛的这种各种的这种公共事务 所以影响非常大 但是这个西班牙下令驱逐犹太人以后 有二十万的犹太人被迫离开西班牙 最多的地方你来跑哪去呢 跑到土耳其 我们看下张图 当时土耳其的统治者 就土耳其的苏丹呢 叫做巴耶塞特二世 派了自己的海军 到西班牙 接了六万多的犹太人 到土耳其 现在的小亚西亚 那这个 巴耶塞特为什么要接纳犹太人 因为很简单 他晓得犹太人 有金融的操作的能力 他那个时候 面临的必须在地中海 跟意大利人跟威尼斯人 争夺海上的霸权 他需要犹太人的资金 跟金融方面的专业 所以他带了大批的这个 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西班牙的犹太人 跟着这个巴耶塞特二世 到了这个土耳其 所以我经常在讲说 这个穆斯林跟犹太人 我们现在看国际关系里面 感觉上彼此的矛盾和仇恨非常的深 但是你回到几百年以前 其实他们也可以相安无事 反而是犹太人跟天主教徒 有点或者基督教徒 有点水火不容 那另外一部分犹太人 到哪去呢 向北到欧洲其他国家 特别是荷兰 当时的汉堡 这几个沿海城市 所以我们看下张图 这个对西班牙就造成了 非常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西班牙内部 具有科学或者学术 或者哲学 或者金融方面知识的高端人才 被迫离开了西班牙 所以西班牙当时 虽然武力非常强盛 我们看这张图里面 是纵横16世纪到17世纪 欧洲战场的所谓西班牙方阵 这个方阵很特别 它主要是3000人组成一个方阵 这个方阵主要有两种兵来组成 我们看下一张图 一个叫做火神枪兵 一个叫做长矛兵 组成一个大方阵3000人 那一场战争可以动用10个方阵 五个方阵六个两个都可以 这个方阵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长矛兵拿着矛 来掩护火神枪兵 对敌人进行射击 所以我们看上一张图 一场战争下来 西班牙方阵前面 尸体堆积如山 因为敌人的骑兵冲过来的时候 有长矛兵顶着骑兵 骑兵没办法接近 接近这个火神枪兵 火神枪兵可以利用空档 来向这个敌人的 对他发起冲击的敌人 进行这种射击 所以这段时间 其实西班牙海上有无敌舰队 陆上有西班牙大方阵 所以所向无敌 再加上经济上 他有雄厚的资源 大家都知道 一个西班牙方阵3000人 3000人估计 每一个兵要四个西班牙营员 一个月 也就是说一个月 养一个西班牙方阵 要一万两千块 一万两千个西班牙营员 养一年就要有十几万的西班牙营员 如果要养十个就要一百多万 两百多万的西班牙营员 所以这是非常巨大的这种支出 但是没关系 西班牙那个时候有钱 为什么有钱呢 我们看 大家都知道1492年 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 西班牙很快的就在秘鲁 就在墨西哥 就在玻利维亚 发现大量的黄金跟白银 尤其是白银 据统计 16世纪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高峰的时候 整个16世纪 西班牙从南美洲 中南美洲跟南美洲 掠夺的白银 高达两万吨 还有黄金两百吨 这个不得了 这个是在当时来讲 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 这么多的白银 进入欧洲以后 马上就在欧洲市场中 引发了奢侈品 跟价格的这种革命 造成了欧洲的这种通货膨胀 但是西班牙就是靠着他有钱 他什么都不在乎 他就可以任性 把犹太人 把穆斯林通通赶走 要知道西班牙没有统一之前 知识界 商业界 金融圈 有犹太人 手工业的作坊 有穆斯林 把这两种人赶走以后 西班牙除了有黄金白银 坐有金山宜山之外 是一无所有 所以到了16世纪 跟荷兰人展开战争以后 西班牙的军费支出 立刻直线上升 虽然有源源不绝的这种白银 从中南美流入到西班牙 但是当时的西班牙 还是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我们看下张图 这是当时西班牙的统治者 这个斐力二世在世的时候 为了跟荷兰人打仗 在这个1557年 1575年 1598年 发生了三次破产 那个1598年的第三次破产以后 这个斐力二世 也寿终正起 但是这个结果就造成1598年 对荷兰的战争 暂时停了12年 暂时停了12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有再多的钱 一旦打起仗 一旦打起消耗战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经得起消耗 但是同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 我刚刚讲过 荷兰这个犹太人 被西班牙驱逐以后 有一部分的犹太人 流落到荷兰 他们在荷兰的这片土地上 重新建立了他的这种金融势力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1649年的时候 这个犹太人 在欧洲所建立的 一个叫做葡萄牙人犹太会馆 就是犹太教堂 现在在阿姆斯特丹 但是他不叫阿姆斯特丹 这个犹太礼拜堂 而叫葡萄牙人 这个犹太礼拜堂 为什么 因为这个 盖这个犹太会堂的 这个犹太人 他来自葡萄牙 所以这个图 你可以看出旁边有个牌子 是在欧洲建立的 第一个犹太教堂 也就是说在17世纪之前 犹太人在欧洲 基本上是在处于地下活动 不堪公开活动 那在西班牙更不用讲了 西班牙一直到 这个19世纪中叶以后 才重新立法 承认犹太人的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 对不对 犹太人对不对 在荷兰因为受到了尊重 他的专长可以发挥 他手边握有的资金 可以敲动这个市场 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看一下 有个犹太学者 后来写了一本书 叫做港口犹太人 Pol de Jules 就是港口犹太人 表示离开西班牙的 这些犹太人 进入到欧洲 西欧跟北欧以后 对当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形成巨大的作用 是最早一批导入西欧 进入现代化的犹太人 我们再看旁边右边这个图 是1602年 荷兰人成立了历史上 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的一个画像 1602年 你看这个西班牙人 从16世纪到17世纪 一直到1648年 跟荷兰人打了80年的战争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荷兰人虽然一方面 跟西班牙人打仗 但是同时建立了 许多新的 这个所谓金融交易的模式 金融业在人类的近代史 或者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荷兰人 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这个图上所显示出的第一个 股票交易所的成立 我们都知道1637年的时候 对不对 荷兰发生郁金香这个泡沫 你看看那个时候 还在跟西班牙打仗 但是荷兰人居然有钱到 可以炒作郁金香 这个事情你就可以证明了 这个因为荷兰人在金融市场中 掌握到一定的优势以后 对不对 他即使面对战争的压力 他还游刃有余 但是西班牙即使有金山银山 但是面对跟荷兰人作战的时候 对不对 已经力不从心了 发生了三次的破产 这个斐力二世过世以后 这个斐力三世上台 接下来几个皇帝 其实都没办法扭转这个局势 我们看一下张图 这张图是显示出这个15世纪 到这个18世纪末 到19世纪 荷兰人整个十年级 公债殖利率的这个变化 中间有一个高峰 还有一个举行的 那一段时间是第一阶段 这个西班牙荷兰战争的时候 荷兰公债的殖利率飙到20% 但是从1598年 西班牙破产以后 荷兰政府的公债殖利率 迅速的下滑 后来虽然在1610年 战争重新爆发 但是荷兰的公债殖利率 大家一起看出来 基本上呈现一个下降趋势 所以它在战场上 虽然花了很多钱 但是金融市场 国家举债的成本 对不对 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降低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西班牙人 打仗打到最后 南美洲的银矿 金矿也不足以致应它的军费 它也要开始借钱 它跟谁借 它跟荷兰的银行家借钱 所以荷兰当时的银行家 用比较低的利率 支持自己的政府 借钱给自己政府 跟西班牙打仗 另外用比较高的利息 借钱给西班牙 给西班牙政府 让西班牙来跟荷兰人打仗 那荷兰的金融家 就从中赚取这种差价 也就是说 在八十年战争 荷兰起义战争期间 荷兰人是靠打仗 发战争财 这个原因就是 荷兰人有大量专业的 而且了解具备金融知识的 犹太人 帮他进行相关的这种金融操作 所以他可以用较低的价格 在金融市场中 取得丰厚的资源 然后用在军事上 或其他的冲突之中 这就是告诉大家 有金融操作技巧 有割韭菜的能力 你可以一样 从你的敌国之中 获取你跟他对抗 所需要的资源 今天中美贸易的冲突 跟博弈的过程中 其实中国相对于美国来讲 中国现在已经是 最大的工业生产国 在通信技术 在很多高科技方面 其实可以跟美国分庭抗议 但是中国在金融市场上 其实跟美国来讲的话 其实还立有未待 甚至于还有一段 相当大的差距 大家都可以看到 现在中美在贸易冲突的过程中 美国人一方面跟我们谈判 一方面北上资金 就是外资 对中国金融市场的这种影响非常巨大 就是这个礼拜来讲 礼拜一到礼拜四 北上资金外流的高达 一百七十多亿人民币 那直接造成结果就是 过去这一周以来 中国A股市场的这个疲弱 你想想看这中间 有没有特定的金融势力量 跟美国的政府做相应的配合呢 我不可能说一定有 但是大家在金融市场中 做了那么久的投资 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所以今天如果中国 在中美贸易谈判中 答应了或者屈服了美国的压力 做了不该开放的这种让步的话 那可能就会导致 中国在这个六世纪 十七世纪西班牙 遭受像西班牙同样的命运 我们即使工业生产力再强 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 竞争力再强 可以赚起巨大的外汇 但是都经不起 这些先进国家 或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他们在金融市场中的收割 我们再看下张图 这张图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是发生在1896年的事情 为什么 有一个叫做查理斯菲尔的人 他发明了叫做吃饺子老虎 这个吃饺子老虎 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国很多赌场中 都摆了吃饺子老虎 你放个硬币进去 他马上转 他可以从里面 获得你相对的报酬 或者如果中奖的话 可以拿去换大米等等等等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中国的上海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 曾经是全世界的吃饺子老虎鸡之都 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吃饺子老虎鸡 很多人会觉得过去没听过 对 万民哥就告诉你没听过的事情了 来我们看下一个图 这个是前两年纽约时报出的一本书 叫做恶魔之城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上海 我们现在讲上海有个别号 叫做魔都魔都 这个书就是恶魔之城 就是用上海魔都这种 这个别号来为这本书来命名 他讲的是什么 是30年的年代 美国有一个犯了案的水手 在美国犯了刑事案的水手 逃到中国上海来 后来成为上海的黑社会老大 可以跟杜月参分庭抗礼 他怎么起家的呢 他就是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吃饺子老虎鸡 到上海来 透过吃饺子老虎鸡 获取了巨大的利润 我们看一下张图 这个图是1930年代 上海市民在玩吃饺子老虎鸡的这种画面 当时上海的吃饺子老虎鸡 是全世界所有城市中密度最高 数量最大的 这个美国人 这个杰克莱利 他就是靠这个来发鸡的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旦掌握金钱方面 或者某种技术方面的优势 你一样可以在另外一个 你所不知道的市场中获取巨大的力量 这个财富 然后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今天外资进入到中国市场来 如果好的话 当然可以有助于 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全化跟发展 但是不好的话 很可能就像是上世纪30年代 这个杰克莱利 带进的吃饺子老虎鸡 把上海人口袋里的钱 搜刮的一干二净 然后成就了自己 在黑社会方面的这种影响力 想到这点 大家去想想看 中美贸易谈判 我们国家有所为有所不为 大家不要为了短线的利益 期待国家做不应该的这种让步 相对的为了国家长期发展的需要 我们应该做 我们应该坚持的地方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